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烙印 第五十至五十一集,重逢故人,小心他吃醋 或许是因为今天见到了蓝叶 或许是因为今天喝了点酒,或许是因为蓝叶的计划 林夏今天显得有些格外的兴奋 看着蓝叶走远后 林夏非要拉着路易去楼顶看故宫 路易心里有些无奈 这丫头今天竟然这么好的兴致 不过既然林夏有兴致 他就一定会陪着他 林夏站在顶楼,伸开双臂吹着风 今天的风吹着格外的舒服 不似冬天的风裹着凛冽 也不似夏天的风夹着热浪 不急不徐地吹在林夏的脸颊 惬意无比 路易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林夏 唯恐他一个不小心摔着自己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爱上我的情形 林夏突然转过身来看着路易 他已经有些醉了 思绪已经开始飘了 路易只是笑而不语 他当然记得 我第一次爱上你 就是那次球场上第一次看见你 你站在阳光下 一手插在腰间 一手遮着阳光 看着球场上 那一幕就像是刻在我脑海里 永远忘不了 我喜欢阳光的你 喜欢霸道的你 喜欢温柔的你 喜欢皱着眉头认真思考的你 你的每一面我都很喜欢 特别的喜欢 林夏说完 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路易 对 就是这张脸 这张他爱到无法自剥的脸 这张他越陷越深的脸 路易没想到 林夏会突然之间向他告白 如此深情地告白 路易从来没有问过 林夏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 他从来不知道 林夏心里存着这么多的秘密 所以他在误会 他和妹妹的时候会伤心 误会他对关希儿的态度时会难过 路易捧起林夏的脸 深深地吻了上去 谁在楼顶 突然一束光照了过来 林夏知道一定是物业的人 是我 林夏探出头来 林夏 赵经理 等那个人走近了 林夏才发现原来是好久不见的赵建平 好久不见了 经理 林夏松开路易 跑过去拉着赵建平的手 像孩子一样撒着娇 刚刚楼下的保安和我说 看到楼顶有人 我以为是有人想不开了 原来是你 赵建平笑着收起手电筒 看着林夏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了 林夏拉着赵建平打算坐下来聊天 已经好久不见了 他有好多话想和他说 别坐这里了 去我办公室吧 赵建平看了一眼路易 猜测着应该是这小丫头出男朋友了 悄悄跑这里看风景 却被保安误会了 走 林夏一手挽着赵建平 一手拉着陆毅 陆毅以前就听林夏提起过赵建平 现在看到林夏和他的亲密举动倒是并不介意 虽然职场上有很多不怀好意思的男上司 但也会有一些真心对待下属的上司 例如赵建平 当初如果不是他一步步的提携 林夏的路恐怕也不会走得这么顺利 丫头 没跟我介绍你的朋友呢 赵建平一边泡茶 一边笑着提醒林夏 对啊 经理 这是我男朋友 陆毅 林夏笑嘻嘻地向赵建平介绍着 男朋友三个字 说出口的时候 格外的开心 你好 陆毅 来喝茶 赵建平给陆毅分好茶 我是林夏以前的经理 赵建平 这丫头没比我女儿大几岁 看着她就像看着我女儿一样 赵建平把茶递给林夏 看样子是喝了些酒了 现在泡些茶给她 正好可以解解酒 你好 赵经理 时常听林夏提起您对她的关照 陆毅和赵建平客套着 刚刚那一幕的尴尬已经全然化解了 经理 我今天好开心呀 我又见到蓝总了 她还升了值 林夏忍不住向赵建平诉说自己内心的喜悦 我已经听说了 前阵子我本来还想要找你聊聊 结果昌平项目需要支援 今天才回来 赵建平已经听说了关于伊副总的事 她知道林夏心里一定会有些委屈 本来想给她一些鼓励和安慰 结果被调走了一阵子 回来就听说蓝叶回来了 赵建平清楚 蓝叶这次回来 天也要渐渐地变了 人生要经历很多事情 要走很多路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黑暗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光明 但无论什么时候 要记住你心里最初想要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什么踏上了这条路的 人生总有一些委屈 没有委屈 何来胸怀 是不是 赵建平还像以前一样 喜欢和林夏说一些道理 鼓励着她 安抚着她 这样一个女孩子 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 想站稳脚跟 就必须要记住自己的初心 否则很容易就迷失了自己了 是 我知道了 经理 林夏已经开始有些口齿不清的了 刚刚那一阵风吹的酒进此刻 有些上头了 下次不要这么喝酒了 第二天起来会头疼的 赵建平的口气像急了林夏的父亲 嗯 林夏点点头傻笑着 路易一看林夏的状态 就知道她已经醉了 不过今天这样的情景 醉了也是开心的 赵经理 我先带林夏回去了 她刚刚喝了点酒 这会儿酒精上来了 改天再让她再来拜访您吧 路易想着要赶紧把林夏带走 否则一会儿她就又睡着了 嗯 你们路上小心一点 赵建平起身扶着林夏 从赵建平的办公室出来 路易一把抱起林夏 赵建平看着路易的背景 庆幸林夏坚持了 庆幸林夏遇见了 路易无论如何没想到 蓝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她天性爱自由 不喜欢受约束 所以当初才选择了北上自己创业 路总 顾总来了 前台的小姑娘 领着顾亚男进了路易的办公室 路易 顾亚男热情地和路易打着招呼 熟络地坐下 自顾自地泡起了茶 这套茶具还是当初她在公司的时候给路易买的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了呀 路易笑了笑 自从那次爬完山之后 顾亚男每次都和蓝清选电话联系 已经有很久没有再联系过路易了 我说特地来看你的 你信不信 顾亚男似笑非笑地看着路易 目光却落在路易桌上的杯子 那是路易并置的杯子 上面印着她和她的照片 顾亚男笑了笑 她是有事来找路易 但也是借着有事来找路易的 顾总你就跟我开玩笑吧 路易笑着坐到顾亚男旁边的沙发上 这个办公室顾亚男并不陌生 所以路易也不和她客气 结果她递过来的茶喝着 今天我是来找你谈小程序的费用问题的 小兰那边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这大老板不发话 小兰也不跟我说 这款项我可还迟迟没付给你呢呀 顾亚男舒服地靠在沙发上 最近几天忙着开心店的事 每天都要很晚才睡 此刻在路易这里 倒是能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会儿了 这么个小程序 还值得你专门跑过来跟我说 你用着就行了 路易并不打算收她的钱 虽然这个小程序 还不了欠她的人情 但至少是她的一份心意 那可不行 你要是这样我可就看着给了呀 顾亚男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 渐渐有了些倦意 路易无奈地笑笑 这个顾亚男固执起来 拿她也是丝毫办法没有的 不过此刻见她有些累 路易也不打算继续和她讨论下去了 等她醒了再说吧 路易起身坐回办公桌前 上海客户的案子已经基本完成了 测试完就可以交付了 不过这次李清远正好要路过北京 说是来看路易 也不知真假几分 蓝清选捏手捏脚地探头 看看路易的办公室 见顾亚男正在沙发上睡着 撇撇嘴 她虽然不知道顾亚男和路易之间的故事 但依蓝清选对女人的了解来说 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见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人关系太亲密了 尽管顾亚男是路易从前的合伙人 也帮了路易一个大忙 但毕竟是个女人 路易这粗线条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蓝清选向路易招招手 路易看了一眼沙发上的顾亚男 起身走了出去 路易 我可提醒你 你和顾亚男要保持一些距离啊 蓝清选有些无奈 明明是这小子谈恋爱 怎么搞得像是他自己在恋爱 神经崩得比他还紧 路易回头看了一眼顾亚男 莫名其妙地看着蓝清选 什么叫保持一些距离 只是合作关系 朋友关系 这个分寸 他一向把握得很好 小心临下吃醋 你们家临下 还是个不爱说的性子 蓝清选见路易没反应过来 有点无奈 这小子的前两任女朋友到底是怎么谈的 对女人这么不了解 蓝清选拍拍路易的肩膀 该说的话他已经说到了 该提醒的也已经提醒过了 剩下的让他自己去想吧 蓝清选看了一眼沙发上的顾亚男 这个女人和自己的合伙人关系一看 就不是很简单 现在他对路易的态度又似乎有些不太明朗 不知道路易这个木头什么时候才能反应过来 希望不要伤害到临下吧 晚上去喝两杯 路易想着蓝叶的条件 心里有些烦闷 已经很久没有和蓝清选放松一下 正好借此机会听听他的想法 今晚不用陪临下了 蓝清选戏谑地看着路易 自从和临下在一起以后 就很少见他有任何非必要的社交性活动了 能推的应酬全部推掉 推不掉的就想办法推给蓝清选 上一次两人一起喝酒是什么时候 蓝清选都快不记得了 他们今天晚上有新同事的欢迎宴 晚一些我再去接他 路易想起他的新同事 就想到那个令他生艳的谢天 也是出于这点考虑 路易对蓝叶的计划才更犹豫 蓝清选看路易的样子 想起来上次爬山遇到的那个男孩 暗自笑笑 临下和路易的恋爱 不像是成年人之间的故事 倒更像是两个孩子一样 估计品 未经许一同时